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堅強 你出來不容易 這時候翻牆出來 十二天 爺爺 我現在放好八面 流露精神 沒了管 現在 我現在 我也上回家 看爸爸 爺爺 看爸爸 爺爺 那快 爺爺 爺爺 那快 爺爺 爺爺 這包 我好 笑了點 今天這麼好的機會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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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來 吃 小伯 爸爸 來 魚 阿姨給你魚 不要 不上足 上足 都不了了 我要吃飽了 去 來 來 我能不能米給它拌嗎 沒點米 還在這 張張姐 我能不能給你那些切子給它拌嗎 是圓圓 給了烈圓 給了堅強 給了勇氣 她這次拼命地吵出來 如果不吵出來 葉琳辣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 你看寶寶 葉琳辣出來了 寶寶還在裡面 褲子就尿濕 當她媽媽爸爸跑到監獄的時候 全都是蚊子包 什麼 全是這個尿 上面都在身上 石都在身上 她們到監獄 她們到監獄了 她媽媽帶出來 後來躺 父母親吵了 我爸我媽去 繼續把孩子 對 朝姥姥 老爺 到監獄 我家寶寶圓圓 從我們懷孕到現在 孩子現在是8個多月 在我們鄉村縣居留所 中共關押我們是197天 這次就是在這個5月的13號晚上 我們當地政府在北京勾結奉台公安局 一個局長 還有那個專安總隊 來北京 把我在我那個朋友的一個出租屋裡 正在睡覺10點鐘 10點多 把我騙到車上 說是問我身份證 問我身份證有身份證沒有 沒有說身份證給我辦一個臨時身份證 讓我騙到車上 騙到車上之後呢 和車上說了 把你送回許湯鄉縣 是你們領導 讓我們這樣幹的 就把我的朋友和我家寶寶 沒穿衣服 我們就拉回到那個 我們鄉城縣 那個磁溝鑲那個專市 先把我的朋友放在那個磁溝鑲 那個專市 把我送到那個鄉城縣那個居留所 我說 我說我哪個沒去再睡覺也違法 把我帶回來送到居留所 有沒有去天安門這一次 他說呢 你們雖然沒有去天安門這一次 你 你闖大禍了 你牽扯政治問題 我說怎麼會牽扯政治問題呢 他說呢 你怎麼跟今外的一個 德國的一個記者 採訪你 我說德國記者採訪我 這也沒有毛病 因為啥呢 德國記者從網上看到我的文章 問我就是何時一向 我從那個懷孕到那個寶寶出生 從居留所關押 是不是真實呢 我跟那個鄉城縣記者奧倫 就如實地就講述我 從那個居留所從我懷孕到那個寶寶至今 和我家那個包涵 我就跟那個奧倫講述那些事實 鄉城縣公安局跟刺客排除所就是非法關押 他說這叫勳建 不叫那個 這是河裡的 中央有文件 我說中央有文件 我說你們可以給我下個手續嗎 他說不給我下手續 我下手續就是把我關進那個居留所兩個院 一個前院一個後院 把我和寶寶直接關在那個後院 當時我後院裡還關一個女的 就三十來歲 帶著一個十一個月的孩子 他那老公是被我們當地人給殺了 殺了之後沒人抓人 他說去天安門在那關他十八天 我去14號早上我去之後 晚上我們當地政府強制地把那個女的抬走了 就那居留所就關我家寶寶和我 關到後院之後 我們鄉領的書記和我們縣領的領導都說啥的 你那你都踏踏實實在這住 這一次看看把那個 你宅地的事兒是主要的吧 我說我問題都屬於這個主要 都是主要的 因為我要維護我的權益 他說你都踏踏實實住吧 先把你一個宅地的事兒給你 把房子給你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你不是先用住的地方了 你都先別跑了 你都不跑了 我說房子如果要宅地 門面宅地要給我了 你說我還跑什麼呀 跑我有地方住了 那我都不跑了 是不是 我有地方住了 我的地兒給我了 我幹嘛我要跑呀 我政府不是說了不給我嗎 我是胡鬧的嘛 我不合理 我不合法也不合理 他說你放心吧 這一次了都給你 我那一處姓子在拘留所裡住 他說的那些相當委書記 就是沈亞濤說這兩天都過來看你 他收回來了 就是沒有時間過來看你 等我等到那個 我在裡面住的25號那一天 就是12天了 沈亞濤也沒有去 我在想啊 他們是在騙我的 在騙我的 他故里是黑社會在看我 故呢 就有個黑社會的年輕孩 把我鎖在那個後院裡頭 就是我住那個 居留所那個小屋 那個門沒給我鎖啊 我和寶寶在那裡 我寶寶在那裡 我寶寶在那裡的蚊子給釘 要是蟲啊 每天晚上我要開那個七八十個蟲 你硬是那個蟲 那跑到床上 蜘蛛呀什麼都咬 咬我家寶寶 連咬的全部是包 手上也二十多包 兩個小手都腫了 我到那25號之後的 沈亞濤一直也沒有去 我只是騙我的 沈亞濤的居留所也不到 就是一里地 他完全可以過來給我做談判 給我想解決問題了 他肯定要放我出去 因為現在沒有什麼接日 再說了 你既然想給我解決問題了 你還把我關在居留所 你不是騙傻子的嗎 我那一天呢 我就想了 既然他要是他騙我的 我就必須從居留所逃出來 因為居留所有一個貼架子 我就晚上睡醒之後 我把那個貼架子放在居留所 那個東山牆 東山牆那個說到那後之後 他背面這個牆上全部是釘子 我都爬在那個 有個梯子 我都爬到頂上去 爬到頂上去那個釘子 還把我的膠給給紮破了 我穿了一個拖鞋給紮破了 因為居留所裡面有一個小墻 就是有三米高 有三米高的那個鐵上也是釘子 我釘子上之後 我就翻到居留所的平房上 有一個走廊 我翻到走廊裡面 翻到走廊裡面 這個走廊通到前院 我從樓梯下到前院 下到前院之後 我就放了一個大門 我有拿一個小鐵棍 因為有一個門壞了 我把那個拿一個小鐵棍 我說如果說上一次的關門時候 裡面還有用個名鎖給鎖上 我拿個小鐵棍 走到沒有那個名鎖之後的一個暗鎖 我就把那個暗鎖給自己打開 我從居留所 沒穿鞋 我就一直小跑 跑到快點 給我家人居留所的 跑到我跟我家人聯繫 我從居留所逃出來了 我就問我的家人 現在的時候是幾點五啊 我家人給我說 當時的時候是12點35 我從居留所出來 12點35呢 我就給我爸我媽和我嫂子 還有我小妹都說一下 我說我孩子現在還在那個鎖上 我爸我媽和我嫂子和我小妹 就去那些鎖上去要孩子 當時黑社會說的 說我小妹和我爸我媽 就是說不承認著孩子在鎖上 不給我孩子 不還孩子 不還孩子 我爸我媽就不走 不走隨後之後呢 孩子拉屎了 孩子在拉屎了 從那監控裡看著我孩子的 那個屎都攪泥一身了 孩子又怕從那床上掉起來了 沒辦法的情況下 讓我爸爸媽媽過去了 我爸爸媽媽都七十多歲了嘛 過去我爸爸媽媽看來收拾不了 沒辦法的情況下 讓我小妹和我嫂子也過去 孩子擦擦 這樣子的情況下 才把孩子還給我們 當時還給我們孩子的時候 現在都已經是四點 孩子抱到 回到我身邊是四點三十五 當我抱到孩子的時候呢 我就帶著我的孩子 我一定要離開鄉縣 為啥呢 我們鄉城縣縣政府 蘇建濤蘇書記 和我們市委書記 李亞書記 河南省委書記 陸展工書記 你們看看 我家孩子才八個月 多次被鄉城縣政府 鄉城縣居留所 公安局 公安在鄉城縣居留所 就不給任何手續 上報說我 你拿上報是胡鬧的 因為啥我是胡鬧的 憑什麼說我是胡鬧的 宅基地是我95年和我前夫 享受的宅基地 當時給我宅基地的時候呢 那宅基地給人是沒人要的地方 那是路高那不是門面 我跟我前夫打一個民事官司 我這個宅基地我沒有蓋 2006年修路了 我的宅基地變成門面了 變成門面了 我想 2009年我官司大贏了 我想蓋房子裡 趁紫珠說 非得讓我讓給他換換 他們前頭有一片宅基地給他換 我說 我不可能給他換 因為啥呢 當時給我宅基地的時候 我這不是門面 你現在給我換 他的不是門面 讓我的門面都換給郭安祥 我肯定我不敢 我不敢了 就郭安祥和我們縣政府 刺口牌的所有人就勾結 把我和我媽 我的家人 和我嫂子 都弄在居留所關押 家人不跟任何手續 商報許昌市新房局 市政法委 市政府 河南省政府 商報中共中央也說了 我是胡鬧的 不給我解決問題 95年在弟弟給我的時候了 當時我第幾下完了 第幾下完 現在只是18年了 18年零九年官司 我打贏想蓋房子 國安想讓我讓給他 我不讓給他 我們政府的人都說我 沒有手續 我說我承認我沒有手續 我沒有手續 我沒有手續 我們平常都沒有手續 有手續 也不超過三家 有手續 我說你沒有手續 你也不能光收我的 其他人家都可以幹 我的宅地地 都給別人讓別人幹 任何人可以幹 就我年人家不育 就我年人家幹 這個時候我們鄉政縣政府 和我們首相政府的官員說的話 如果說我再跑再告 就是住人老叫我 他就是判我死刑 在弟弟不給我 我一定會告到底 同等條件下 不同等對待 出門的閨女 從那個到18大之前 問題 如果不給我合理解決問題 我會洩洒天安門 來喚醒貪官的良知 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我年人家在這裡 請求你中外記者 關注我們寶寶的 和我的家人的命運 我在這裡 謝謝他們 我在鄉政縣居留所在關押期間 在京訪民在北京南站 拿著我家寶寶的照片 在北京南站給我們呼籲 給我們信心和力量 我還聽說我在關押期間 就是在京訪民 檢況就是瓶子給我的女兒 捐哪筆錢 一塊錢是訪民的一頓飯 一塊錢就是訪民的一頓飯錢 我一塊錢我也不嫌少 這比貪官一萬塊錢十萬塊錢都好 因為貪官們不給訪民解決問題 就是把錢都裝在自己腰包裡 打擊保護訪民 我在這裡 謝謝在京訪民給我的力量 和我寶寶 我和我家寶寶 謝謝他們的關心和支持 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堅決就是力量 圓圓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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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圓給葉琳娜的勇氣 葉琳娜 你為了圓圓 要堅持到底 一定會堅持到底 堅持 堅持堅持 演員 申請